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平时也是看到镶嵌的我都是那种离不开眼 我就觉得镶嵌的东西特别的吸引 今天咱们来看一波镶嵌的 好嘞 来 一个小战斧来叫冰胶的 种水的话达到一个正冰往上走的一个料子 不含蓄的来说它就是一个高冰 然后上面的话是一个冰种的一个蜡绿色小顶珠 整体的效果的话看起来是比较大气的一个效果 再来一个冰胶的 达到了一个高冰连种三元的一个小不斗 在这个灯光下面相当的透 就像那个刚从那个冰箱里面拿出来的那种感觉一样 就再配上一个打击链子 那上身效果哪样 是不是刚刚的 咱们都知道一镯二扣三无事 平安扣对那个料子完美做的要求 仅次于那个手镯 木纳的一个料子 很冰很焦 要纯 也是有点淡淡的一个底色 这个的话是一个18K 黑黄镶嵌的 冰挑绿花 挑的是非常活的一个花 颜色的话也比较浓郁 偏羊的 边边上的话它还镶了一个提琴小点的裸实 它俩就起了一个相互蹭托的一个作用 1 2 3 4 5 5 刻五式牌 也是一个18K的镶嵌 来上手看一下这个效果 这几款它那个色都是比较浓郁的色 比较蜡绿 我喜欢这种简单的东西 这个的话可以跟刚那个手链搭一套 够不够绿 要想生活过的去 怎么着 身上必须带点绿 是不是 很辣的绿 而且也是有肿水的绿 不是说单单的那种干巴巴的绿 非常漂亮 戴上肯定很鲜 一颗 一颗黄宝石 这个上面 好漂亮啊 这个 也可以搭一个金链子 搭一个18KK白的链子 搭起来比较小巧精致 大鸽子蛋 这个个头够不够大 比较浓郁的子罗莱 一般的话都是十子九粗 像这个子的话 它就是比较细 重点是个头够大 戴上你想低调都不行 是不是 实力不允许你低调 是不是很像多宝鱼的感觉 这一块像不像一个浪花 小鱼正好在水里面游 然后上面的话还飘着浪花 这个冰胶的起杠的一个料子 非常的漂亮 来 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个很货 大师作品 这是一个王大昌大师 辣绿的一个山水 我去 这个是正经的 有种有色 一般的话咱们就知道 绿色的话 相对来说 绿色的料子 它都是有点容易偏干的 你看这个料子 够不够润 有山有水有贵人 功是相当的细 大师公咱们就不用再多多的解释了吧 就一个字 美 到网上都是可以查得到的 王大昌大师 亲公 好了 今天的货品的话 咱们就介绍到这儿了 今天这一波货 够不够漂亮啊 家们 因为时间有限 咱们介绍的货品也是比较少 大家如果是想要看更多的作品的话 可以到直播间找饭饭 饭饭的话是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2点 在直播间等你们哦 不见不散哦 好 好 好